吃饭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,吃饭有益于人们身体内的营养摄入,这也是生活中的正常行动。 很多人吃饭的习惯是不一样的,还有个人吃饭的时候总是挨出汗,像这种情况都是有原因的。 那吃饭时头部大汗淋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 吃饭时头部大汗淋漓属于气湿的表现,天气热时,本来就容易出汗,再加上气湿体质,更加容易出汗,中药收敛汗液的药油腹小麦,物味子,麻黄根等等,补齐肠用黄鳍,建议酌情用以上药物泡水喝,无毒副作用,气湿如何调理呢? 一,坚持运动锻炼,运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,延年益瘦,同时也能够极高新产代谢,促进血液循环,使得气血充足,任意更加有活力。 对于体虚的男人,建议多进行仰卧体做,俯卧称,有氧跑步等运动锻炼。 总之不要长期坐在电脑桌前工作,将自己活动起来,就能够有效缓解气湿症状。 二,做好食物调理,气湿就要补气,而生活中多选择补气的食物,也是能够很好的缓解气湿症状,达到健脾抑郁气的功效的。 对于补气食物的选择,大家可以多吃小米,菜花,胡萝卜,豆腐,牛肉,鸡肉,鱼虾等食物。 补气效果都是非常协助的,但无论是哪种食物,要想改善气湿毛病, 就一定要长期坚持吃。 三,兼顾中药条理,一个男人如果长期继续,会对工作和生活都产生严重影响, 因此要想气血充足,最好可以兼顾中药条理生气,帮助活血液气。 在众多的药材当中,建议可以选择黄奇,当归等中药材,拿来熬水服用,可以起到补气补血的作用。 对改善气湿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。 调理器湿的几种食料方法,红薯南瓜粥,食材,大米50克,南瓜30克,红薯30克,原料清洗干净,致皮切成小块,将大米桃洗干净。 与南瓜,红薯一起放到锅里,加水水量煮备,在小火煮至材料软烂集成。 作用,红薯,不需乏,液气力,健脾胃,强势腻,可以帮助调养肠胃,并改善脾胃弱,肠胃胃胀气,便秘等现象,南瓜,腥味肝,温,龟皮,胃压筋,具有补充益气的功效,可以防止高血压,糖了定的,此周是一款平补效果很好的家常食谱。 2.玉米山药排骨汤,食材,排骨500克,山药250克,玉米1个,胡萝卜1个,排骨洗净,杯水,其他材料洗净切好,先将排骨入锅煮备,再入其他原料,大火烧开,再加小火煮熟,调味。 2.作用,排骨,磕补充益气,健脾阳温,真筋骨肺,强身撞骨,山药,具有骨气,补顺,阳瘾等作用,更改善脾胃虚弱,不腺等症状,玉米,具有调中开纹,异肺明星,轻湿热,立干板等功效,胡萝卜,健脾,补血,适合脾胃继续,贫血者等食用,此他补充益气,自补强健。 3.土豆烧牛肉,食材,牛肉250克,土豆50克,料酒,葱姜,芭蕉的调料赤料,牛肉切成小块,土豆稍微斜的小一点,锅内放适量清水,放入牛肉块,炒至牛肉变色,锅内放适量油,小火,加冰糖炒至糖化,放牛肉,炒至糖上海,再加炒料,炒匀,加适量清火, 爆土豆,煮至暖辣,调味,作用,土豆具有益气结皮,调中和微的功效,可改善脾胃气,牛肉,补脾胃,益气血,强筋菇,其补气功效不强于黄芪,十分营养,此需补弹有丰富的蛋白质,脂肪,维防,维生素比,钙,磷,铃,铁等成分,一般人群可食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